当鲨鱼回归海峰大桥管理员 他能否再次展现昔日的一围厮杀呢 看到敌人驾驶着吉普车过道中断 鲨鱼就已准备好了手中的顺暴呢 一颗完美的顺暴成功命中 结果敌人跟啥事没有 鲨鱼M762当即出枪扫射 枪枪命中依旧没能放倒一人 让鲨鱼直接怀疑起了人生 敌人就此安然离去 气得鲨鱼扪心自问 土豆雷爆炸的那一刻 明明都跟吉普车融为一体 可是 就算炸了层敌人的皮毛 那后面的根枪光子又该如何解释呢 鲨鱼满脑子的纳闷 观众同样也一百个一副不解 因为这可是纯净海岛模式 不是皮糙落后的抄体 一货归一货 可游戏还得继续下去啊 令人没想到的是 鲨鱼又当着百万侯家军的面 玩起了一个新花招 究竟是在自导自演 还是说真的有粉丝在照你 鲨鱼知道了 来到土豆山的山顶 还真的如鲨鱼刚才所说的那般 有两个超级空头 让鲨鱼直接白捡了一个三级头 地把多余的神器都没有 也就只剩一些破烂了 配件拉满后可以进卷出发了 不忘弃一波直播间的小黑子们 驾驶老马来到阿城的决赛圈 敌人都在城中交 让鲨鱼这个独狼又可以安稳地等圈杀新了 挺好 对面打把楼的屋顶有名 鲨鱼忍住并没有出手 因为顺瞄补掉暴露自身毫无意义 难受的是本以为自己能有个天遣圈 却给到了西边的城区 敌人爬上屋顶 鲨鱼抓住机会果断开火 枪法太抖还是被对方给躲掉了大部分火力 但鲨鱼不死心 细节变换防区继续找机会输出 时间还有一分钟 鲨鱼提前挪动老马的位置 未待会进阵开始做准备 没想到马路对面的另一队 也不怀好意思盯着鲨鱼 足够的细节让敌人毫无办法 鲨鱼依旧沾了个圈边 探地图右边的防区也是安全区 鲨鱼决定先不管他们 针对一手左边靠场的 三倍开进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只好等圈刷新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一个大平原的地势 好在有厕所可待 只要不这么安静我就敢 从左绕着静卷 明显想要去一手凹坑 看到里面的老八 鲨鱼只能去一手老家厕所 鲨鱼疯狂扁击老马的跳跃按钮 还好有惊无险躲过了两堆的火力 五个状态压压惊但没想到 没有土豆雷 反倒是枪子打过来了 卢蒂开进得知厨房楼是安全区 鲨鱼决定卡死右边的敌人 随着圈形的进一步收缩 右边敌人必定要跑毒的 鲨鱼时刻准备出手输出 吉利福第一个拉出跑毒 鲨鱼胆忙按四周把扫射 没有秒掉立马进屋 避免摊枪被左边的偷袭 坑里的也开始拉出 而且还驾驶着老马在嘴 鲨鱼必须火力拉满 另一队将其击倒 鲨鱼立马收下他人的战斗程度 随即再架敌人队友的过敌 烟雾拉满那就穿烟忙扫 这波穿烟要说是运气 那接下来的不得不让人怀疑是有功效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穿烟退头才刚刚开始 由于鲨鱼的注意力一直在右边 导致忽略了左边的敌人压到了近点 准备封烟拉出自保 但为时已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